欢迎来到树敏大头家 内政部在昨天公布 从疫情之后到现在 国内的宗教团体 邀请大陆人士来台交流的申请案 有73件 政府许可568名的 大陆宗教界人士来台交流 内政部表示 申请来台交流 是必须要有必要性 要有急迫性和不可替代性 还强调不准假借宗教的名义来统战 其实先前民进党就曾经表示说 两岸的宗教交流 必须要自己出钱 不可以接受招待 别被对岸给拐走了 不然会影响到国安 其实两岸交流的确很难避免 背后可能会有一些政治性 可是过去除了特定 有官方色彩的一些活动之外 过去的民进党 对于两岸之间民间的交流 其实是乐观其成的 但是经过几次大选下来 我们看到包括现在台商的餐序 村里长登陆区参访 竟然都已经被上纲到了国安的层次 甚至是连网红到大陆去旅游 拍个片说 哇 赞叹大陆好进步 也被绿营的网军给抹红出征 其实民进党要污名化 两岸交流是大可不必 因为如果说有成千大陆的 大陆百姓正在台湾观光旅游的时候 那请问一下 对台湾来讲不是大大的安全吗 所以赖政府是不是反而应该要 多多支持鼓励 两岸进入大交流的时代呢 因为多多交流并不是投降主义 不是反而是保证了台湾的安全吗 恩惠怎么看 是 民进党政府执政这些年来 我们看到他嘴巴上面是说 他还要喊开放 但实际上呢 都是在走这个闭锁政策 不管是在宗教 文化 教育 商务 还有乃至于两边过去 有很多政府机关 对政府机关的合作交流的 这些活动其实呢都暂缓 都暂停了 那么这个其实是非常可惜的 那么我们知道其实疫情 这三年多来 当然就是两岸的这个往来 就停停滞 可是现在疫情过后 其实应该要恢复 那么尤其是这个对年轻人来讲 我认为文化交流 教育交流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这两岸如果说为了要走向和平 我们不希望有任何战争 看到有任何战争的发生 那么一定就是两边的人民 要多了解 那么多知道对方的这个情况 那么有了理解了解之后 自然而然很多的这个争执 就会淡化 也不会再出现太多的 这个针锋相对的这些问题 那么可是民进党政府 他向来就是把政治 和其他的事物呢 全部都混在一起 那么以这刚刚讲的 这个宗教团来说 我们本来不是讲说 应该政教分离吗 他现在就是政治跟宗教 整个又绑在一起 在这个这次的这个体育活动 奥运的情况也是一样 我讲了一句中国人骄傲 可是呢就很难 就是把政治跟体育 把它切割开来 那么在奥运的比赛场上面 同样也是如此 所以我当民进党政府 把一切的事情都高度政治化之后 其实对于其他各方面 不管是民进交流 然后这个两边的政府单位 互相的交流 商业贸易各方面的交流 其实都会受到很严重的影响 那么我讲就是说 譬如说以大学之间的交流来讲 过去其实我们的学者 去大陆参访 只要有个申请跟学校 简单说我什么时候 我要到这个大陆那里 参加哪个学校的研讨会 简单的写个申请书就好了 可是现在不一样 还要经过教育部的申报 核准之后才可以去 这个其实我真的觉得 都是完全无助于 两边的这个教育 还有学术的交流 这个其实影响很大 当他们对我们了解很深刻 是我们对他不了解的时候 其实很多的这个冲突就在里面 更换我觉得台湾 其实有很多表现都非常好的 也很值得就是让大陆人知道说 我们现在我们的发展 进步到什么样的程度 那民进党政府 他现在所做的这一切都只凸显出 就是他对自己没有自信 对我们自己的人民 对我们的民主没有信心 然后对于我们各方面的交流 也没有信心 他们只担心我们被统战 但是都没有想到 其实我们的软实力 我们的影响其实对大陆人来讲 其实也产生了相当大的这个影响力 也扮演很好 也是也能够发挥很好的作用 所以就民进党政府来说的话 我认为他们在两岸政策上面 其实真的应该要好好的检讨 要改善 否则的话 以现在的情况来讲的话 两岸只能就是越来越无法沟通交流 然后就进入到一个停滞的阶段 这是非常可惜的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